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懵懂 我是马同学 这几天爱情公寓最终季终于还是播了 虽说别管是前期剧情的抄袭问题 还是电影版上映时的雷人问题 让爱情公寓都被骂得狗血灵头 但是好歹是一代年轻人的回忆啊 第五季不管是之前宣传还是正式播出 热缩比一概没少上 然而 当编辑部打开剧 人肉测评了几集之后 今天我们就带着沉痛的心情来聊一聊 一代青春回忆是怎么把自己作悔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季都讲了些啥 不算电影版 爱情公寓的剧版的主线剧情 在第四季的结局是 棍谷和悠悠因为一张扑朔迷离的提前报告悬了心 伊飞和小贤因为一个扑朔迷离的诺兰表了白 紫乔和美佳因为一场扑朔迷离的乌龙怀孕认了针 在这上面所有的扑朔迷离 等了六年 等来了爱情公寓五 等来了大结局 就是这个结局吧 直见刚进入正片 我们得知伊飞和小贤表明心计 三个月前领证 咱俩也就比他们提早了三个月领证 隔天曾小贤就跑到沙漠之远 诺兰咋样 这不重要 直见进入正片八分钟后 我们得知棍谷和悠悠回到日本洗劫连礼 棍谷和悠悠的婚礼日期确定了吗 悠悠还如愿以偿出演了日本的牛奶广告 报告是啥 这不重要 骗你 直见进入正片九分钟后 我们得知战博 碗鱼在米兰相遇 有情人终成眷属 怎么好像遇到碗鱼了 多年之后再次相遇 咋遇上的 这不重要 直见进入正片十分钟后 我们得知每家怀孕 我怀孕了 医生不让我吃油腻的 死敲回头 今天就是他们领证的大好时机 就今天一天适合领证 咋怀上的 这不重要 别问 问就是你错过了一年 就连张伟都在第二集的开头 喜提仅有一面之远的姑娘 专门找上门来当女朋友 我是来找你 做男票的 咋动心的 咋发展的 通通不重要 怎么说呢 去年有权力的游戏 为了强行大结局 用一集的时间 搞蠢所有主创 把观众当傻子 今年有爱情公寓 为了强行打团员 用一集时间搞定所有主创 把观众当傻子 当然了 我们用这两部剧对比 还是太欺负人了 因为就算是全游最终剧 差得人神共愤 至少他不会随时随地突然张嘴唱歌舞剧吓唬人 大力 其实 其实我也没了对的人那么少 能够一起到老闭什么都重要 也不会有经济学副教授在线写恋爱论文 写有的论文啊 当代年轻人权的恋爱观现状调查与研究 更不会有张伟莫名其妙招请你一当室友 谁说我不开心 有个人跟我一起分摊房租 我可开心了 每家莫名其妙把室友当成情敌等一系列莫名其妙的设定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 到现在为止爱情公寓5播了12集 编辑部是看一集脑瓜子疼一集 有人该问了 为啥脑瓜子这么疼 你们还是打开了这个剧呢 和大多数观众一样 爱情公寓也曾是编辑部的回忆 就想看看他这季有没有真口气 只要最终即好看 我们就一定排除万难站在他们这边 没想到看完剧之后 他成功排除万难 把我们给排除了 气死了 不但安排了一个极其草率的结局 而且在这一集当中 他好像又陷入了抄袭遗云 在第八集中 美加替子乔做直播展出了自己画的画 和某知名up主游戏直播中随手画的几乎是如出一辙 几晚官方也发出了公告 称确实使用了这位up主的话作为参考 不是我说呀 就这个画风 你们还用参考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那另外还想多嘴一句 那和老友记差不多的乐高积木周边 和钢铁侠差不多的AI机械币 大概是心有灵犀吗 总之爱情公寓5的出现 虽然评分从大电影时期的3.1升到了4.7 但画上了一个不太完美的句号 正二八点的分析完爱情公寓第五季 编辑部还是想落点心理话 爱情公寓诞生的时候 是在网络还不怎么发达的2009年 它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不咋有钱的剧组 一群不咋出名的新人 和一个还挺有趣的故事 然而在爱情公寓走红之后 有人发现他故事背景是抄的 角色设定是抄的 笑料段子是抄的 这种感觉像什么呢 像你的知心好友赔了你恩年 最后发现他只是想骗你点钱 你就是个大骗子 到了第三季第四季播出的时候 爱情公寓的热度依旧 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守在他的身边 有的人希望剧组长长心 让剧迷挺起腰杆看剧 有的人觉得抄袭是不地道 但好歹那些角色能支撑我看下去啊 电影版上映是挂羊头卖狗肉 全程溜粉脱离主线 最终继上线时 强行happy ending 主线剧情都不咋运意好好做啊 这感觉像啥呢 像这位朋友不想骗你钱了 改成直接抢了 这几年的情爱 时光 究竟是作风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要的那眼睛 我们自然而言 互生很正常 我老人的孩子 也访八 conceptual 真正确啊 请不吝点名字 编和 感谢观看